今天来教大家一些抓野货的技巧 地笼放在鱼塘的这个位置 野货是非常多的 大家好,我是小刚 今天又来收地笼 这个位置就是鱼塘的进水口 这个鱼塘只有进水口 这一片位置是长满杂草的 鱼塘四周都是没有草 只有进水口这里,草非常多 然后就是这个位置 野货是非常之多的 因为这些野货都喜欢在有草的地方生存 还有逆时找食物吃 差不多有两斤吧,两斤龙虾吧 现在这个地笼25米长 还有另外一头,去收另外一头 看一下另外一头有多少 哎呦 有东西在动,看见没有 有东西在撞网,看 哇塞 好多野货呀,看见没有 现在倒出来看一下 看,暴网了 这边也挺不错的,你看 重不重? 好多野货 哇塞 真多呀 还有黄鳃,你看 一些小琉蛙 放生吧,小琉蛙 还有一只 就放生 这只有点大 这只的话就不放生了 哇 哇,大半重了 现在拿回家去倒出来看一下 有多少 好多野货 好多野货